佛菩萨中最有名的是哪位呢? 没错了,观音菩萨 中国人就算是不信佛的 肯定都是有听说过的 因为观音菩萨这个名字 早就已经陷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 比如说铁观音、观音山、观音柄、观音路等等 那到底你对观音菩萨的了解有多少呢? 让我来考考你 第一个问题,观音的定义 观音菩萨全称观世音菩萨 观音曾经发觉完 当重生遇到苦难的时候 只要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就会即时观其音声前去救到的 所以无论哪个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大家清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 菩萨都会立刻赶到来的了 这个就是菩萨的沉声救苦 千处祈求千处应 虎海常做道人咒 这个就是观世音这个名的来历 那么不少人就会很糾结 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还是女 让我来告诉你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 唐朝那时候 观音像慢慢是由男子的样子 变为女子的样子 到了宋没完初 基本就定认为女子的样子 就是因为观音菩萨所表现出这个温柔 不少年吻 自我牺牲的精神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港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除了在危难的时刻 救度众生 显示奇迹之外呢 很多人都有听说过 观音菩萨 帮人实现心愿的真实感应故事 比如说求平安 求星河 求星观 求丁元 求小孩 等等 那由于我们众生的苦难实在太多了 心怨又太多了 观音菩萨于是就发现出 牵手啦 牵眼啦 分身无数啊 那由于众生的根基各不相同 那缘分不同 处境又不同 观音菩萨会发现为各种人形 动物甚至物品 来方便救度众生 这个就是众生应以何身得道 即现何身二为说法 第三个问题 观音菩萨到底住哪 印度的宝达六家山 中国的普陀山 和布达拉宫 都是我们观音菩萨的道场 但作为西方三胜之一 观音菩萨的家 其实不是在地球上边 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那里 只不过呢 因为我们娑婆中生 实在是有太多的苦难 观音菩萨才会常常来这里客居 第四个问题 观音菩萨的师傅是哪位 什么 观音菩萨还有师傅的 没错啦 那就是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啦 即是西方三圣中的主尊啦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大怨大力 他的师傅当然更厉害啦 菩萨都时时刻刻 将一尊阿弥陀佛像 带在他的头上 以表敬仰 不单纯啊 观音菩萨还跟师傅阿弥陀佛一样 一生呢 要将十方的众生救出轮回 所以 观音菩萨千方百计地去救度众生 最根本的愿望 都是接任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 正如善逗泰斯华寨 救苦分身平等化 化得即送 阿弥陀佛 怎么送过去啊 无的简单啊 就是千念观音菩萨师父的名号 南河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讲了 众生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就要根据他的声音 来到他身边 观音菩萨等25位菩萨 都会一起前来保护我们念佛人 所以呢 如果你想见到观音菩萨 念佛就行了 释迦牟尼佛还讲了 如果是有一个人念佛的话 千万不可以少看他啊 因为观音菩萨和他是老友啊 那我们就齐齐念佛啦 南河阿弥陀佛